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Te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相信其实现在大家一提到复古跑鞋 第一个想到的品牌可能就是New Balance 而New Balance里面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 574或者是990 99X系列 所以说今天咱们要带来的这双鞋 也就是990系列的全新作品 990V6 这双鞋其实已经上市了大概三天左右 11月4号发售的 然后我今天是去门店里面 直接就可以买 当下我就直接穿出了店 然后在外面晃耀了一整天 刚刚到家 所以说赶快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第一个上脚感受 同时今天我也会拿一个990V5来做一个对比 来看一看V6在V5的技术上都做了哪些改变 而且这些改变是好还是不好 首先盒子上的区别 大家可以看到这次就0V6 它用了一个全新设计的媒产盒子 不知道这个是专门为V6做的 还是之后所有的媒产鞋 再出的媒产鞋都会用这个盒子 这个不确定 大家还是给这个外观打个分吧 满分10分 你们会对这一次就0V6 打多少分呢 首先咱们先来解决尺码上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应该最关心这个 我在试的时候其实也犹豫了一下 大部分的女半的只有X系列 我都是穿US10 结果初上脚就有0V6 正常的鞋旋宽度的这种情况下 我发现我的右脚有一点点紧 并不是鞋长紧 不是内长紧 是鞋面上有一点点压角面 我觉得很奇怪 可能是因为它鞋带的设计 尤其是前面这个部分它的开口很窄 我也没有把鞋带放得很松 随便的穿了一下 结果我发现前面这个地方有点紧 所以说我就让服务员帮我找了一个10码半的 然后我又试了一下 10码半的话内长就稍长了一点点 然后也不会有压角的情况 但是在足弓这个地方就感觉有点太宽了 这个地方空间也太大了 穿起来不是很舒服 所以说我那时候就很犹豫 服务员小哥也是非常的热情 他就跟我说不行的话 你就做一个脚的测试 我不知道大家 你们身边的NUANCE门店 有没有那种可以帮你们量尺码的这么一个工具 相当于一个机器这样子 我就站在上面 他帮我测我的脚 基本上扫描出来了之后 就发现 其实我的右脚是偏US10.5的 然后左脚是偏US10的 然后基本上我应该是这两个尺码都OK的 按照他的说法 如果我要是选择NUANCE正常的性能跑鞋的话 就应该选择US10.5 但是如果是就是他这种复古跑鞋的话 他也个人觉得是US10会比较好 至于说压不压脚面的话 你可以选择稍稍宽一点的楦型 怎么样都OK 但是因为我大部分穿的都是普通的D楦型 所以我也就没有改了 最后我也就买了US10 在外面穿了大概一会儿就完全没问题了 就完全磨合开了 接下来咱们拿V5和V6做一个外观的直观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们是觉得V5更好看还是V6更好看呢 其实相对于V5的外观设计很明显的 不光是复杂了很多 V6这一次整体其实做的圆润了很多 很多V5上面比较直的一些线条 棱角 在V6上面都做了软化的处理 非常柔软的感觉 所以整体我觉得大家是需要一点时间去适应的 这个也算是99X系列里面 我感觉最柔的一双鞋 整个线条上面非常非常的柔 再来一个就是它的中底的线条做了很多很复杂的设计 大家看V5上面是很简单很直接的 对吧 但是在V6上面大家看一下 它的整个中底的形状做了非常多的切面设计 内侧也是一样的 非常非常多的切面设计 这么做的确会提高整双鞋的立体感 但是搭配上了更加复杂的鞋面设计之后 这双鞋变得有点稍稍过于凌乱了 这双鞋整体的外观设计很明显是为了服务于更多的联名鞋款 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看到更多疯狂的配色应用 分色设计 将会在V6上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体现 或者说更好的体现 因为如果大家经历过V5的整个发售周期 就会发现其实V5的联名鞋款做的很少 而且好看的也不是特别多 因为它能做的文章实在太少了 但是也是因为它这种超级简单的设计 也是俘获了很多人的芳心 我知道很多人对于V5的外观是情有独钟的 但是V6的话的确就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动 当然其实一些最根本的99X系列的家族设计语言 还是存在的 比如说鞋面上的两个大牙 虽然说非常的宽这一次 但是仔细看的话还是存在的 它还在 然后这边的话加了一个小的反光条 侧面的话 它的整个扭板子logo变得更加立体了 大家可以看到 鞋带口这一个小小的模块也是致敬了很多很经典的99X系列 包括997 甚至包括90V5上面侧面的这一条TPU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有传统的设计 只不过这一次非常简化的做成了这么一个小小的3M反光的材质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视觉化的设计 就是这一次做了一个很低帮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帮非常非常低 相较于前几代的话 能感觉到好像完全往下拽了 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往下低多少 更多的还是因为中底整体变得高了很多 所以说显得鞋帮变得就更低了 同时 990 V6的V6也是做了一个红色字体 鞋面的整个材料的使用 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跟前一代 我感觉这个网眼的材质好像比V5要稍稍大了一点点 除此之外 什么挡地板这边的猪皮 整个内衬的Mesh的材质使用 跟上一代几乎就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摸起来穿起来的感觉都差不太多 这一次中底的话加入了Fusell的材质 大家看到这个白色的部分 全部的白色泡棉 包括鞋底它做了一个露出 上面写着Fusell 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有X系列历来就是稳定系的跑鞋 当年作为性能跑鞋的时候就是稳定系跑鞋 现在作为复古跑鞋的话 它根是不能丢掉的 所以说INCAP还是要存在的 侧面灰色的部分一直延伸到内侧 内侧的话整个后掌的部分全部都是INCAP 如果你们手里面有90 V5的话 拿起来可以问一下 它的INCAP部分的材质是特别硬的 这个就是PU材质 这很明显是PU 但是V6上面 虽然说它说灰色部分是INCAP 但我摸起来的话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EVA的壳子 也就是说这一次整体应该是没有PU材质使用的 除非我的触感出现了错觉 外体方面的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的 用了双密度的橡胶 黑色部分的话 用的是这种Endurance的比较硬的橡胶 然后中间灰色部分是比较软的橡胶 然后中间有一些开槽 能够让你前掌的弯折更加顺畅一些 再加上脚之后的一些感觉 尤其是我穿了一天之后一个走路的感觉 良心话讲我是非常非常欣慰的 而且甚至有一度我都怀疑我穿到了 是不是99X系列的鞋 完全这个脚感不像是我们一般想到的990脚感 就算是跟公认的990系列里面最舒适的几款鞋 比如说V3 V4 993 这些特别舒适的99X系列的鞋相比 它都应该算是非常一流的脚感 甚至可能比它们都要好 这个其实就是得益于Fusell中底的脚感 前掌因为它是比较薄的设定 看起来好像很厚 但是你的脚实际上是大概踩在这个位置 所以说前掌你能够感受到泡棉的软弹 是并没有特别多的 但是后掌是非常多的 就非常明显 但是它这个软弹又没有太多弹 更多的是软的成分 再加上它有这么一个incap的框架在这边 所以后跟也不会感觉有多么不稳定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是比V5要强了很多很多 因为V5的话它的脚感主要来自于前掌的EVA 以及后掌大面积的PU材质 包裹里面的这一层EVA 因为后掌有大面积的PU材料使用 导致于说你后掌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软弹感 还是比较硬的 如果说这一代中底的软弹度 并不能够特别吸引你的话 我觉得下一个点也许会比较吸引你 就是这次中底改变所带来的减重效果 因为这一次中底并没有原来的那种 一定要加PU材质的改变 这个框架Incap的框架 反而用的是一种EVA的材质 而里面的Fu Cell是一种更轻的泡棉 导致于这双鞋上脚的第一反应 真的不像一个复古跑鞋 它真的有一点点像可以去真正去跑步的鞋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一代上面最大的改变 通过泡棉而带来的重量减轻 这个才是最大的改变 总和来讲外观 如果抛去外观的话 这一次整体的舒适度的改变 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进步的 因为其实在V5上面我并没有看到它的进步 反而相较于V3和V4来说有点退步了 但是V6的话就完全提升了另外一个档次 要说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它前面 鞋带口的地方开口太小了 你要是不把鞋带重新系的话 前面的确会很紧会压脚 我这边拿一个V5做个对比 大家应该一眼就看得出来 对吧 很明显 V6的话它前面这个地方开的太窄了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高脚背的朋友 我是非常建议你要么买大半码 要么的话就买稍稍宽炫的版本 足弓的设计在V6上面 还是依旧非常宽大的处理 大家可以看到即使只看外底的话 就已经很宽了 而这边的话它这边侧墙 是完全往外做了一个外扩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吧 所以你的足弓在里面是很舒适的 如果你是一个宽足弓 或者说扁平足的朋友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足弓偏高 像我这样的脚的话 就可能会穿久了之后有一点点酸 或者不舒服 尤其是买偏大半码 像我试的UX4.5的版本的 要怎么改变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就是换一幅鞋垫就可以了 其实牛班它们自己都有做很多 带足弓支撑的鞋垫 如果你们去网上找一找 或者他们门店可能都有卖的 所以本身附送的这幅鞋垫 就比较一般般 就是传统的这种慢回弹的奥托来材质的鞋垫 没有什么太多的特别的东西 最后要聊一下这个鞋的做工 作为一双美产的鞋 其实我自己应该有心理准备的 就是它的做工应该是比较一般的 拿来说里面的确 大家可以看到内侧 尤其是内侧 因为这一次中底 我觉得它设计是比较复杂 在粘合的时候很明显看到很多易胶的地方 很明显很明显 大家千万不要对美产或者迎产产生用迷思 就是这些鞋的做工都非常好 材料其实用的都挺好的 但是你要说做工好的话 那真的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美产 以上就是我对于这双990V6圆祖灰配色的开箱 以及第一上吊感受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一点点 如果你们还有别的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也希望已经买到的朋友 已经穿上的朋友 来分享你们的一些穿着感受 是不是跟我一致 跟我不一样 都欢迎大家在下面理性讨论 接下来要聊一些我自己的一些 最近感受到的一些事情 跟大家做做分享 我觉得跟鞋已经没有关系了 所以说如果你只是想看鞋的话 到这边就可以退出了 别忘了帮我点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 好久不联系的挚友 或者说跟你关于特别的不好的朋友 然后因为某些原因 已经不在同一个城市了 不在同一个地方了 可能多年多年都没有联系过了 如果有的话 可以在咱们上靠个一 我最近就是有一天晚上 突然间就梦到了我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是我刚出国的时候 又认识的是一个韩国人 我们当年真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后来他大学的时候 就考到了别的城市 那我们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从08年他考大学离开到现在 那已经过去了14年了是吧 所以说我醒了之后 我就给他留了一个言 因为也不知道他手机号变没变 所以我就在他Facebook上面留言 希望他能看见Facebook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不怎么用Facebook了 然后我就留了一个言 结果就非常巧的 就按照他的话说 就是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过Facebook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这一天 就是我发给他发信息的这一天 他阴差阳错的 就打开了他的Facebook 我的登录上去了 结果第一个看到就是我给他发的信息 然后他说我也不迷信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太巧了 良心画家 我在看到他回复我的那些信息的刹那 就在那一个当下 其实我是非常开心的 就非常感动 我不觉得我们现在如果再见面 或者在同一个城市再相宴的话 还能像以前那么好 还能像以前那么关系那么亲密 但是看到一个好朋友 多年以前的这个好朋友 他在回复你 或者说还有一个这种联络的问候 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说这边也是对吧 呼吁一下 尤其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年 两三年已经慢慢的把自己 跟这个社会慢慢的快隔离开了已经 那我希望大家此刻在看视频的你 如果你有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 给他发个信息 给他发一个短信 或者给他发一个微信 问候一下 对吧 其实如果他能回复你的话 即使他不回复你 其实你的心里面也会觉得 对吧 好像感觉抒发了好多 我常感觉到就是人 就是越活越孤独 就是你的年龄越来越大之后 你就会越来越孤独 身边的朋友会越来越少 然后真正的朋友也会变得越来越少 所以说每当能够回顾到 当年能够跟你很交心的这些朋友 能够跟他们还有机会联系上 哪怕只是聊那么一两句 哪怕你们的生活 早已没有任何交集 我都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至少今天我看到他回复我信息 让我今天整个一整天我都很开心 好了以上这篇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的朋友 不要忘了靠个一 希望大家能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见 拜拜